人黄 你这仅存的异地精确在吴的镇压之下 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只待吴将玄武界最后这一点人类全部屠灭 你人族的气运也必然消散 吴道要看看 你这九州顶没有了气运之称 如何抵挡得了吴的镇压 神皇大人 回想起远古时期 人族常年受到万族羲压 有些种族甚至以人族为食 就在那般环境之下 人黄诞生了 以无敌之势 横推万族 之后创建吴上心亭庇护人族 人族共尊 长期为人黄 可谁想到人黄境那般不识取 竟然敢为了一个凡人 对我神族出手 呵 当年的他在想又能如何 要不了多久 肮脏的人族 就只剩玄武世界这么一点了 现在只要我神族将这九州顶破坏 万族强者便能降临玄武世界 到那个时候 就算人黄复活 也无济于事 不清楚 你绝对没死 但是那又如何 人族马上就要灭绝了 而你什么也阻止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人族气运暴涨 我神族无数年对九州顶的消磨 都功亏一篑了 这是何人 人族气运暴涨 难道和这几个娃娃有关 传令于我神族族人 人族古路将起 这是我神族下界的唯一机会 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将人族古路中的人族天骄 全部清除 是 多谢各位先祖为弟子解惑 不过是些惊艳之谈 算不得什么 倒是你对于八大门路的看法与道理 让我们收获良多 你所说在围棋中 许出四刻作字 我推演了一番 觉得大有可行 我有预感 此法一旦成熟 其道的威力 将会在原基础上增强至少五成 五成 增强这么多 此次只是随便提了一个想法 竟然就筑齐到整体陡增五成 实在是难以置信 或许 江家将要走出一位无敌者了 一如远古人黄奈般 仅凭一己之力 便可镇压诸天万族 这臭小子 何时和几位先祖的关系这么亲密了 我我我我整个人都麻了 你们呢 江家能诞生这么一位强大无比的神子 是我江家之姓 但也是我们的不幸 你看看你看看 那小子又来找我们切磋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凭借修为的优势 可以轻松的碾压神子 但神子的进步就和个窜天猴一样 一天一个新高度 简直是个怪物 三位 今日应该是我和你们的最后一战了 这次之后我就马上准备动身前往画龙界 想来你们也憋屈很久了 不如一起上吧 神子让我们三人联手 各位 这可能是我们唯一一次教训神子的机会 可一定要把握好啊 哎 之前怕伤到你们的自尊 所以一直不敢全力出手 莫非你们以为 以你们的修为能够对我造成半分伤害吗 呦哼 你也莫将我们瞧得太扁了 我们三人联手 即使你身负物到神铁 也不是那么好应付的 倒极剑法 万联升 上好的传承 怎么到你们手里 成了这般模样 今天我就用你们 引以为傲的绝学 来让你们认清差距 倒极剑 万联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